排了170多分钟 然后点完菜之后坐下来 然后就发生了后面的一些事情 小胡说 当时他让服务员帮忙倒点温水 结果服务员帮他倒了一杯热开水 我说我要白开水 只要一点点温的 然后他就拿走了 拿回来的时候他也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温水 只有开水 然后他就自作主张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回来 小胡介绍 他的这个杯子叫水素水杯 是他花了将近4000块钱买的 杯子底座可以充电 倒入水以后 可以电解出水里面的负氢离子 说是有延缓人体氧化的功能 这个杯子是下面是一个制氢器的 就是日本那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水素水杯 相当于是里面有个芯片 他怕高温50度以上就会坏掉 小胡给记者看了说明书 上面有一条温馨提示 加入的水温度在50摄氏度以内 不宜过高温度 否则造成损坏 其实就是坏不坏你 你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一个鉴定 然后我们我咨询了律师 律师是说你要去鉴定他 如果上诉的话 这个费用 是要我自己出的 如果申诉的话 然后也不知道 这笔鉴定的费用是多少钱 小胡说当时自己也没有交代清楚 服务员也是无心 所以关于杯子的问题 他不追究了 但是他对店家的态度表示不满 就说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这个杯子拿来就是坏的 那是不是就是坏的 后来我就拿手机想录它 然后他就把我整个手指甲都打翻了 小胡手机里保留了那段视频 视频刚开始 店里一个工作人员 有用手拍打手机的动作 后来双方被带到了派出所协调 但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本来也不是说这个杯子的问题 因为杯子我自己也能有一个承担 去把这个杯子再重新买一个 我自己也可以接受的 我主要是想他们给我一个道歉 12月8号中午 小胡再次找到店家 希望对方能赔礼道歉 工作人员先让小胡和记者在一边等候 然后就进去打电话了 过了几分钟 警察来了 要不要黄警员是有这个 他是正规的 如果是记者类的 他是有采访权的 不是我们公安机关说 不允许采罚 允许采罚 我也是人了解 不是我们这个 这个那个啊 这不是我们职职犯网约的事情 最要怕职 另外一个这个纠纷的问题 他的诉求 昨天说是到所里面已经调节过了 诉求呢已经跟你们反应过了 他需要你们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情况 说是给他道个歉 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 美女说呢 他指甲断了 他说我们的 他说我们呢 他是因为美女拍摄 我们只是打了一下 并并没有对我们的 他指甲断了 他说说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的事实 所以道歉的 我们是不会道歉的 既然你报的警 那么你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需要我们去 帮你们调解一下的 那没有问题 那么双方跟我到所里边 我们有民间调解员 可以帮你们继续调解一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随后双方去派出所 再次进行了调解 但还是没有谈拢 腰包和黄剑记者报道